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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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開箱時間 這個箱子也是大到我必須來 這邊介紹給你們看 那我們這次要開箱的就是 AK74 然後他這個是Woodstock 也就是石木的版本 先來開箱一下給大家看吧 哇 欸很漂亮欸 其實老實講 我原本真的對AK的槍系 真的都很還好 只是前一陣子Mari就出了那一把AKM 所以我就想說 買一把全新層的AK 然後來玩玩看好 那我們就先趕快的讓大家來看一下裡面的東西有什麼 一本就是他的 說明書其實講說明書 應該就是說他的零件表 好 那首先呢給大家看到彈夾的部分 彈夾的部分他就是5.45口徑 就不是7.62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跟Thompson一樣 如果你想要在沒有彈的情況下 他也不會厚定 就是靠這個東西在控制 再來就是槍本體 好那在這個裡面他還有附了一個 填彈器 只是我應該是不太會用到這個 因為我們都有神龍的填彈器了 這就是槍本體 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一把AK-74 植木的 蠻漂亮的欸老實說 是真的蠻漂亮的 稍微看一下哪些東西是鋼製的 上機俠蓋 是鋼製的 吸得住 錶齒 就不行 然後通槍條是可以的 通槍條是吸得住的 這邊也可以 這裡就不行了 因為有點維持力 但應該是PIN的關係 然後火帽也是吸得住的 槍背帶也是可以吸 底板蓋也吸得住 板機不行 那我相信如果以這樣的情況來看 他的火控應該也是不行 那我們就換個位子 給大家看一下吧 那我們現在回槍櫃這邊 其實老實講我覺得 原廠他的木頭啊 就跟我的印象不太一樣 他這個是有點上這種亮面漆 所以說他變得有一點亮 是感覺質感也是 好像有點怪怪的 總之我買這一把我只是覺得 欸馬路易出AK了 那應該是可以買一把全形成的AK 來玩玩看 所以我買了唯一的這一把AK-74 那我們就先到靶場來 然後我們來打一下這一把給大家看吧 好 那我們現在到靶場來 我們就要來打這一把尾翼的AK-74 它並不是47 也不是AK-M 上次我有開箱介紹過馬路易的AK 一個是全形成的 一個是半形成的 等一下都會打給大家看 然後來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那在開始射擊之前 你們可以聽一下這個聲音 這個是尾翼全形成的聲音 它比較有那種金屬碰金屬的感覺 這樣拉起來 你也會覺得它附近速度其實是滿夠的 那相較於馬路易的AK 你們再看 它比較可惜就沒有那種金屬撞擊的聲音 然後它的附近其實會稍微有一點點慢 這個是我覺得馬路易的這把AK-M 跟尾翼的這把AK-74 滿大的一個差別 在操作把玩上我覺得爽度會有一點點的不同 那事不宜遲 我們就趕快來打打這一把吧 好 那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尾翼的AK-74彈匣 那你要怎麼灌氣呢 一樣在底部 這邊有一個孔位 絲罐 從這邊插進去 先灌這樣子 那甜彈呢 你要用神龍甜彈器 有一個斜角壓著 就可以裝進去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打尾翼的這一把 全形成的AK-74 我覺得它的射弦鈕呢 我有滿喜歡它這個設計 你可以用石子就撥下來 或頂上去 那我們就先來 試試看蛋巴吧 打起來的話我覺得尾翼的這一把AK-74 它的後座力比馬路易的那個大滿多的 尤其是這個 這真的比較有那種上膛 然後你在射擊AK的那種感覺 這一點我還滿喜歡的 再來就是連發 連發的部分 我們還沒打過 可是我聽很多網友說 尾翼的連發附近速度很拖 你會覺得它的附近速度有點慢 那沒關係我們現在就來 先試試看尾翼的 是不是像大家講的一樣 你在射擊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連發速度非常慢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打連發的給你們看一下 其實老實講 真的還不是很會用AK 你會看到我上彈你會覺得有點 沒那麼熟練的感覺 包含切換色血牛也是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連發的部分我真的覺得 唯一在連發的時候 它的那個速度真的是有一點拖 相較於馬路易的 它的附近就顯得沒有那麼順暢 比較直觀就是我現在馬上來打看 馬路易的AKM 那你們就會知道很明顯的差別了 好最直覺就是現在馬上來打給你們看 AKM的連發 其實你們可以看到這兩把槍的比較 我個人會覺得馬路易在連發的時候 確實是真的比較順暢 但如果比後座力我會比較喜歡 尾翼的AK704 好那我們一樣把防塵蓋拿掉 打給你們看一下 好那我們一樣把防塵蓋拿掉 那防塵蓋拿法也是 這邊這個按下去 就拆掉了 打完這個給你們看一下內構 先打單巴的 好那你們可以看到 尾翼的這一把 它就是全形成的 可以拉到這個位子 它這邊有一個軟墊 作為緩衝框 但相較於馬路易的那把AKM 它的這個緩衝電就真的小很多 然後尾翼的這一把 應該是全形成 所以它其實可以這樣子 我們可以把槍機固定在後面 你準備射擊的時候 撥下來 槍機就自己往前附近 要不要不信 從這裡 可以在某匙子 一拍 另外一拍 雞子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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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 這邊這一把是尾翼的AK 這邊是Marie的AKM 這兩把呢 除了一個是塑膠的握把 一個是石木的握把以外 你可以看到尾翼的這一把 他的握把 因為我也沒看過真的AK 我不知道真的AK的握把 應該長怎樣 只是如果要選 我會覺得Marie的AK 他的握把漂亮很多 那以木紋來說 雖然尾翼的這一把是石木的 可是Marie的木紋 其實做的比較漂亮一點點 尾翼我覺得就 插在他的這個 亮面七有點太重了 所以如果以外觀來講 一樣就是各有自己有優勢的地方 大致上這是他們外觀上的一些差別比較 好 那我們現在來 來測一下初速 一樣使用12公斤的瓦斯 0.25的BB彈 我們打10發 其實他的初速都還蠻高的 至少都有120 以原廠的初速來講 我覺得還不錯 總而言之 不管是尾翼的AK 還是Marie的AK 其實他們都有各自的優點 尾翼的話 如果論後座力 還有單發射擊起來的擬真感 還有他操作的時候 全形成的槍擊 我覺得這點尾翼是贏Marie的AK 他操作感確實是 真的比較好一點 可是如果論連發的話 我覺得Marie的AK又略勝一籌 因為尾翼在打連發的時候 你會確實覺得他在附近的時候 沒那麼順暢 Marie的AK 你就會覺得 他在打連發的時候 附近非常順 你並不會覺得他有那種 很拖的那種感覺 這兩把槍我是覺得 各自有自己占有優勢的地方 好 但接著 我們再回槍櫃那邊 我們再來跟大家聊聊 這一把唯一的AK騎士吧 好 那我們從法場回來以後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兩把AK到底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 唯一的這一把是全形成的AK 那Marie的這一把是半形成的 唯一的這一把槍呢 他們原廠使用鋼製的部件比較多 Marie的這一把就相對來說比較少 唯一的這一把槍打起來 單發的情況下 我覺得後座力的感覺是 比Marie的這一把還要大 當然連發其實也是 只是唯一的這一把連發 真的像很多人講的一樣 你在射擊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連發速度有點慢 但Marie這一把就比較不會 再來就是唯一的這一把AK 它是石木的 Marie的是塑膠的 我覺得也是很多人考量的一個點 唯一的這一把槍 一萬塊有找 Marie的這把槍 一萬六千多 價格上其實有還蠻大的一個落差 其實各有各的優點跟缺點 觀眾可以衡量自己的經濟狀況 來決定說 我到底應該要買哪一家的AK 那我目前是沒有買GHK的 因為GHK也是半形成的 上次是說我們要買全形成 來做一個比較 個人來說的話 其實我是比較喜歡唯一的這一把操作感 雖然說他在全自動射擊的情況下 他的附近速度真的很拖 可是操作把玩的時候 我個人是覺得唯一這一把比較有感覺 尤其是他上堂的聲音 那種感覺真的是還蠻爽的 會比Marie這一把還要更有操作AK的感覺 但如果以外觀來講的話 我覺得唯一這一把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他石木的亮面其實我覺得有點太重了 所以我之後應該也會把它打磨起來 如果是要我推薦的話 你喜歡那種操作把玩的感覺 然後又不想要太大金錢上的負擔 我會比較推薦唯一的這一把 如果你是比較講求在射擊時候 連發那種順暢的附近感 那我就會比較推薦Marie的這一把 各有各的優缺點 我們在把場的時候也有稍微跟大家講過 那觀眾們可以自行的去衡量 到底哪一家廠牌的AK比較適合你 OK 那以上就是這兩家AK的一個比較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進來 吃囉 別再認識到這一點 看看怎麼會變成今天 跟她在一起 看看啦 我們會拍照 打扇子 打扇子 只會 打扇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